這幾天教育部被質疑說 難道是在砸大錢搞歧視嗎 這是教育部日前推出的 0到6歲國家一起養的廣告 這廣告內容您看到有這名已婚男子 他拿了錢給媽媽 請媽媽幫他代收他買的公仔玩具 但是媽媽卻把這筆錢挪去買育兒用品 告訴兒子說 買育兒用品是更有用的東西 引發網友立委質疑說 這是在帶頭歧視愛動漫公仔的族群嗎 對此教育部緊急下架影片 並且道歉 教育部宣傳廣告說有公貼補助 在家育兒津貼負擔減輕很多 但話風一轉 爸爸想買公仔 錢卻被用在其他地方 影片曝光遭網友猛後 是在貶低歧視公仔動漫迷 為什麼養小孩就不能收藏 教育部是否在助長少子化 看到影片會覺得說 那我生了小孩就不能買這些我喜歡的東西 那我是不是不要生 因為有小孩還是可以有自己的興趣 育兒宣傳片意外成了反效果 不過也有民眾這麼認為 以自己的能力去盆量吧 有收公仔的習慣 那你就賺了更多一點 就兩個都可以達成 因為那好像家長出發點也是好的 他出發點是說希望就是你可以拿去投資小孩子 廣告引發爭議 教育部第一時間先下架影片 接著出面致歉 說廣告裡出現冒犯情節會虛心檢討 並向曾遭受此暴力的朋友道歉 也希望大家再次給予機會 但以社群小編亞庭的身份 除來發魂又再現爭議 二度被炮轟 怎麼是小編出來擋子彈 教育部留言回覆 因為網路社群是教育部面對大家的窗口 才會有亞庭團隊代表回應 網友認為這廣告太寫實 確實出現在不少家庭 但腳本不尊重動漫文化 引起怒火 教育部長潘文忠也出面滅火 說除了會立即檢討 也再次為不當的廣告表達歉意 廣告想宣傳育兒政策 卻成了反效果意外弄巧成拙 記者南京發理沛賢採訪報導 字幕提供